请听周玉寇呛新闻 今天很夏威夷 好了 过几天我们就看到你到那个小巨蛋上面去 跑马拉松 有有有礼拜五 我这个礼拜天 五号就要去跑了 乌来峡谷的拳马 我的妈呀 乌来峡谷这拳马是往上跑 对 它是山坡上跑的 那个心脏 这是争取我经历 我这个第五个拳马的记录 要很强 要跑很低 就还慢慢跑 旁边有救护团队吗 我们这个年纪没有什么骄傲 就跑得不快 但是呢体能还可以 撑完是OK的 原来是小心一点的 这个礼拜五 礼拜五为什么是礼拜五 我说这礼拜天五月五号了 对不起 你看看你不专心听 你完全不专心听 五月五号 因为我被你的花衬衫给迷住了 是夏天吗 你这花衬衫很像蔡英文到那个太平洋国家 他所穿的那衣服 差不多在网络上买的 对啊 这个便宜 五月五号 五月五号是 乌兰峡谷嘛 礼拜天 乌兰峡谷 礼拜四礼拜天 礼拜天 对应该礼拜天 我忘了 礼拜天没错 为什么他们这些候选人不来跑马拉松呢 好像 我跟你讲 政治人物跑马拉松的 一个就是前宜兰县的县长 吕国华 他现在跑得很好 他还上普通台 他这两天在脸书上说 他去那个了 还有跟包括那个谁 贾勇杰他们夫妻也去了 英国 英国的伦敦马拉松 天哪 他们吕国华也去了 然后那个立法委员里面 那个谁 高雄选的那个 那个立法委员 赵天脸啊 赵天脸跑马拉松 赵天脸长那样玩玩脸 他跑马拉松啊 他跑得很好 他跑得不错 赵天脸跑得不错 对我印象你是 这几个政治人物 算是跑马拉松的 OK好 你是去过日本跑 不是吗 我去过日本跑 对 下次出国 我觉得出国跑马拉松 比较好玩 就回来通常会胖 会吗 会也会 因为你剩下几天都在吃啊 真的吗 那还是算了 你跑完屋来 你跑完屋来峡谷 是什么意思 从哪里开始 他从那个 一样嘛 在屋来上去以后 那个停车场 那个上面进去以后 在那边 他好像是 那个地点 我有点忘了 但是你有 那个路是往上 连开车都很困难 他上了一下下 他还好 连我开车都觉得好 他上一下42公里 反正有上坡就有下坡 You are my hero 5月5号 我们为这个 赵石瓶加油 今天呢 我们要谈的是 赵石瓶的另一边 他有天我听他节目说 我是学政治的 我分析啊 可是我也爱艺术 也为文化啊 我本来想加一句 恋爱美女啊 这个美女现在就 就停在我太太那里了 对 你他也在听节目吗 他可能哦 他现在应该是在准备九点钟 他的在拍的节目 他会听的 你在收听率这么高 他听的 我们是靠你们两个人 他听啊 一个带上 在楼上 你今天干嘛 你今天是 我们听众朋友 呛新闻的这个 朋友一定说 今天在干嘛 今天周一扣怎么回事 我是想把那个气氛 紧张气氛 把他肩放松一下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不觉得了吗 那周末的时候 那个那个蓝营 这个我的感觉 我先讲我的感觉 韩国瑜已经被激怒了 韩国瑜被激怒 他被那个高级的 这个蓝精英给激怒了 所以呢 那他那个眷村 眷村兄弟魂已经出来了 他应该是要主动参选的 或者是半主动参选了 他非要打败郭台铭不可 这是我的感觉 第二就是赖清德 开始发动攻势了 因为赖清德 他前面先要确保 这个民主制度 也就是初选 要这个一定有 这个就是不要被搞掉 那现在看起来 有一种说法 被搞掉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了 这个因为5月1号 有罗文嘉跟卓荣泰 他们就要逮党内 把这个确定 初选的制度 而且陈局也说了 要做民调 那陈局说是对比 那我不知道这个对比 怎么来 因为按照民进党的 这个民调的制度 其实就是当事人协调 我当事人同意才可以做 要不然就以党章 那这个看起来 赖清德已经稳住了 这个民主权机制的 这个平台之后 他就要开始展开 他的柔性攻势 那接下来就是 按照最新的民调 TVBS的民调 其实最新 周末的民调 还是赖跟韩 这个最高啊 那所以最后是如何 先请教你的 你怎么看韩国瑜的 眷村兄弟魂 我讲兄弟不是那个帮派兄弟 就是眷村的 意气魂 眷村的那个整个气质 他有点 我觉得他是被搞毛了 他那天本来不说不出席嘛 就是韩 韩粉在高雄 不是挺他吗 对啊对啊 那后来他还是出席了 所以你看得出来 那个出席单一方面盛情难缺了 人家都在你家门口 在举办这个欢迎会了 你不出席是有一点点奇怪了 但是他最后还是出席了 但就那几天的氛围来看的话 他的会这个出席 但也还是有一些 可以推敲的部分了 我想你刚特别强调说 他有一个眷村兄弟魂 那个兄弟不是黑道那个意思 而是说就是那种意气的 桃源三结义那种眷村式的兄弟 这个他当然有 他从一开始就有 我一直认为韩国瑜的支持者 大概你仔细的推敲了 深蓝军 大概是他最主要的核心部队 深蓝军 那这里深蓝军里面外省族群 但不一定都外省族群 那外省族群是构成了 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那你只要看 我觉得都看几个例子嘛 你看这个资深的艺人熊海琳 资深的导演刘家昌 这些人在跳出来 在非常强烈的在挺他 你大概可以猜测的出来 他的那个整个支持族群的氛围 那这个族群氛围也跟我之前的推敲 是很接近的 就是说在这个319枪击案之后 其实就蓝军里面就一股力量 一方面呢是非常的讨厌民进党 另一方面呢也对蓝军觉得 你别别扭扭扭 温温和和的 特别这种力量 比如包括在马英九 在这个朱利润身上 他们就说你太温和了 所以被人家欺负嘛 这个力量呢也在 住住姐被换住那个风暴上面 也一样 就这个怨气一直累积在那 就是说深蓝军里头 有一股深蓝的外省族群的 这个力量 大概是韩国瑜市长的 韩粉里面的一个 非常核心的部队 但是如果只靠这个 韩国瑜的身世不会这么高 我再讲一次啊 如果只靠这个 韩国瑜身世不会这么高 所以他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现在的蓝军 其他人没办法抓到的 就是韩国瑜你注意看 他从一开始选举的时候 除了强调那个诉求 但他还有一个很重要部分 就是他的整个的 讲话的方式 卖菜狼 然后他的穿着 你看他几乎都是一件衬衫 天气凉一点穿个背心 偶尔穿个西装 然后袖子卷起来 然后拿个麦克风 就在那边讲话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很像是 我们常讲这个做工的人嘛 他很像是做工的人的 某种代言人一样 所以这个是他在寿星阶级 中低收入 一般的上班阶级 蓝领阶级里面 得到好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们觉得说 终于出来一个政治人物 以前政治人物也讲 他们要关注劳工的权益 可是你从 阿扁 阿扁还勉强 我觉得从这个蔡英文到 马英九 大概都是 很难让你想象说 他们就跟劳工大众 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大概韩粉 就把这两块抓起来看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解读 因为有时候 我们解读政治要从侧边 另个角度来 旁正的角度来推 比如说 你看这个 我在看这个世新 在第一天 郭台铭跳出来做 要选举的时候 世新做了一个 滚动式的民调 公布了一个东西 很有趣 就是刚好在中部跟南部 以及在中低 在收入族群这一块呢 郭台铭拿不到了东西 拿不到了那个族群 在中南部 劳工大众 刚好都在韩国瑜这边 对 所以韩国瑜等于就是说 他抓着一个是 劳工大众的 受薪阶级的 然后对于 对于自己的处境 其实也很符合 民粹式的这种 政治人物崛起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族群支持 除了特定的族群之外 他还有一个 对于现状不满的族群 所以韩国瑜大概 就是这两块抓到了以后 他的民调就能够 在这么多人面前 保持一个相当程度的领先 这个是他的优势 而他的优势 刚好也就是朱立伦 或者是郭台铭 弱的地方 郭台铭可能强在 那个企业的发展 高科技 高领域 国际的战略 这一块 朱立伦可能强在 行政 作为一个典型的 国民党的传统 政治人物 他都完整的历练 那形势是 不疾不虚 可是这些部分 刚好都不是 韩国瑜的强项 可是也刚好就是 韩国瑜最厉害的地方 反过来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 韩国瑜虽然这两天 他生气了 生气了 当然是因为他认为说 就像他太太讲了 背后有人在放枪 有人在打枪 可是我认为 刚才 Coco在中间广告 还没 节目还没开始 我说 可是政治重点 有一点麻烦 因为政治重点 永远都是 人在当局者就迷了 你自己在里面 你不一定看得到 那个局势 比如在我来看的话 国民党在当时 那个胶着状态 党中央也好 或其他人 一定要想办法 多找几个方法来 对啊 你又不表态 确定说这个到底 万一你不选 会万一怎样 那怎么办 但是对郭台 在韩国瑜的知识来讲 或包括韩国瑜自己来讲 他们可能就认为说 你不是 不是准备要征召我吗 那怎么干嘛 还一个小动作呢 可是问题是 对政治来讲 我一定有一个第二个 所谓第二方案 而且你家郭台铭很强啊 这就很奇怪啊 他当然也有他 当然有他强的部分 而且郭台铭愿意选 当然郭台铭让这个 让那个韩国瑜不爽的地方 第一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党员的参选资格 我对于帮他量身这个修改 而且让他这个有参选嘛 那可这个 可这个就 这个就有一点点 这个党本来就是 这么有参选措施的 这当然是 这当然是会让韩粉 或者是这个韩国瑜 本人会觉得不高兴 可是反过来讲 韩国瑜一样 那你干嘛牛牛牛牛呢 你有本事 你就自己跳出来啊 我说反过来讲是说 那国民党也为韩国瑜 修改了这个规则 对呀什么特邀出选 你没有表态 我还让你放到出选 对对王金平来讲 他没有说他要选 你干嘛把他放进来 对王金平好哀怨 5月6号要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去记组去了 现在看起来 这个情势 我的推测是 韩国瑜非选不可了 而且呢 他还真的 因为他被那个挺郭派给激怒了 挺郭派到底 到底就是说挺郭派 现在看起来就是精英嘛 而且现在政论节目 都已经壁垒分明了 什么名嘴也壁垒分明 看起来 那个好像 好像郭台铭的 这个那个那个 那个企业的 这个资源 是让韩国瑜有点不高兴 那有的人转向 那第二就是 可是这个继续打下去会怎样 四千万会不会成为韩国瑜的罩门 会不会成为像当年宋楚瑜一样的罩门 这四千万这个事情 有点打得他那个 七文八素 今天要做说明 他主要是在第一天的时候 他那个话讲的太多了 他说我如果有拿这个 吴敦毅主席四千万 我就辞职 这就很像 但我觉得他跟宋楚瑜的状况 还是不一样了 可是他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个氛围 有点像当年宋楚瑜在第一时间回答 对 就这个是比较糟糕 第一时间 那个宋楚瑜说这是长辈送的 结果就 就永远就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最后 最后你就 宋楚瑜嫉妒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 连总统副总统都没有做过 行政院长没有做过 新票案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虽然后来发现 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他没有一些 我觉得他连 他有一点点处理上的问题 他连政治道德上的问题 其实都很难讲了 因为他们国民党就这样子 对不对 其实现在回头想想 就是秘藏 对 就是帮忙处理秘藏 然后把那个钱放在自己的 这个账户当中 可是韩国瑜 而且我还有一个谜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会就发话说 你要是这个来黑我的妻女 我就跟你拼了的感觉 那谁要去黑他的妻女呢 当然就开枪说 这个很多人批评他嘛 我觉得韩国瑜啊 这个他太在乎别人怎么批评他 好奇怪哦 而且批评他的人很有效 这一点是你的弱点 就批评他的人 只要批到他 他就想要反击 他忘记了他重大的支持度很高啊 TVBS民调他还是这个领先 可是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显示出 他在云嘉南高平 居然都输了蔡英文跟莱清德 而且他大输莱清德耶 那我们进广告 周玉寇 呛经文 我要做一个申诉 好好 对 我们忘了讲这个 蔡英时平还是 红楼梦专家已经 什么红楼梦专家 没有了 我爱读了 然后现在是精品美专家 现在是精品美了 请看我脸书 精品美专家是从哪里切入 我 因为精品美专家是从哪里切入 因为精品美专家就是信 信跟晚明的那个社会现实 NCC不会罚我们吧 不会 我们讲信就罚吗 还没讲内容呢 会 精品美专家 NCC罚人 角度很快 他爱罚的时候就罚 他不爱罚的时候 他就躲起来 讲这句话也要被罚 这就想到以前的 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真的一个笑话 就是书只要是Max 书名就被没收 就有人家讲说 可是这个 这个是Max Weber 这不是CarMax 以前讲中 不管 中央讲成中共 然后那个主播也要被下架 不管了 在真品美 现在这个的解读了 这个蔡时评 那个没有 我们现在回来 接下来呢 蔡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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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让很多的女生 开始这个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她会 你专心一点做节目好不好 因为我突然想到金品美 我去过那个水浒传的场景 不是 我去过那个 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 拍摄的那个场景 那金品美 他们有主场优势 他们连红楼梦也是 拜托 好大好大大官员 因为我没去过 我是去水浒传的场景 有 他那个 潘金莲 那个扔那个 扔手帕 那个地方了 潘金莲的什么 都有场景 我都还 我刚才本来想把那个照片 拿出来给你干 就是你怎么进去扮演 潘金莲 然后呢 就手绢就这样 扔下去 好有趣 你也可以去一趟 好 有主场优势 当然 我们接下来看 你刚刚讲的就是 这个韩国瑜 为什么 你看他火大到4000万这个问题 今天要做说明 说不清楚 很麻烦呢 然后人家还跟他 你知道他们现在 这个4000万 加上王浩宇说 他这个选举的呢 八十几万票 就拿2700多万嘛 对不对 那一票30块钱嘛 那那2700多万 你拿回去了 还有版税的问题 那这个看起来 好像他第一时间 他要 做者说 你的版税有这么高吗 当然不可能 他是通常版税是10到15 已经很高了 结果他说 他谈判的是要求21 大哥啊 韩晓婷 你要的真的太高了 哪里有人版税21% 后来呢 就说弄成16%也很高啊 对不对 就算高的了 然后韩国瑜 人家问他说 你怎么会要这么高 他还说 帕数越高越好 这个家伙是不是没睡饱啊 就他现在给人家 感觉他很贪 贪钱 第二就是用家层 家层变高官 有没有 那个什么土地开发的那家公司 第三就是太太干政 我们这样讲 这怎么办啊 我们这样讲 其实本来 本来政治就是有世俗 我们刚才讲到金平 没讲到红楼梦 就说政治永远有他世俗的一面 就跟人生是一样的 没有人说摆一个场面在那里 背后没有一些什么台面下的东西 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讲 那个三三造势一样 当时三三造势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尝试性 你观察政治来讲 我第一时间我就觉得 我的反应就是 哇塞 这个动员真厉害 为什么呢 我一直就说这个动员成功的 就他可以把一个 在南部那么样重要一个场子的 第一场 把一个场子其实造起来了 那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 这动员能力很强 我说动员很强 但不否认寒迷门的 寒粉门的那种自告奋勇 那是OK的 但是一定也有一种动员的 那后来果然大家现在看起来 王金平呢 当时还有 当时我的揣测 一个就当然想到王金平 第二个就是 那个果菜系统 那个台湾省的 那个果菜系统 都是他的班底嘛 他的支持者 那个动员能力是很强的 那果然看不到 我第一就说什么 我讲这个目的是告诉大家 所有的政治 所有的东西 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政治的 既然是政治的 就有他非常务实的那一面 嘴巴上面讲的那一套 跟背后的运作 他其实是相互要搭配的 但你如果只相信了背后 你就不相信说一个人 有一个修持上的这种高雅 那就错了 那政治就太无佐了 但如果只相信政治上 修持的高雅 而忘了政治背后 有一套运作的手法的话 那你就 那我告诉各位 连宗教都不能免俗 都不能免俗 说后面有一套动员 那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告诉大家说 本来 如果说选完了 大家回到一个务实面来看的话 这些部分 这些误会都不会发生的 但是呢 韩国瑜 韩市长比较大的问题是 我觉得了 当大家 他的支持者 对他一直都在支持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真好 不敢略人于美 所以这个朋友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讲的太好了 他说 他觉得韩国瑜最近困境是在于 连韩国瑜自己都变成韩粉了 这话说 这话说的非常好 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自己 你这朋友是男女的 我就不能讲了 令人当成偶像 就这个人 这个朋友 他讲这句话说 我当场就觉得说 哇一句话 讲到问题的根结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如果知道韩粉能怎样 但是你保持得很清醒 对你要客观 对 你就不会犯错 但最怕就是说 你也相信自己是韩粉了 那就很恐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会失去一个判断 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判断的那个关键 就会出 那个麻烦就出来了 好 我讲完这以后 我再回头来 免得这个韩粉们误会 我再回头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比方说 选举经费 这么大一个选举 你觉得只靠一个 一碗卤肉饭 一瓶矿军水就可以吗 当然不是吗 当然要有很多的捐款 所以其实在选完之后 韩国瑜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应该比现在要更快 不只是声报 对 他就应该要立刻公布 要立刻就要公布 所有的这个他的花费 因为不要忘了 柯文哲当时就这样做的 那这样做以后 你就表示说你是一个 跟传统政治人物 不一样的人 花多少 我用了多少 大致上我就要先公布出来了 如果先抢到这个先机 就没有现在这个 啰也啰嗦的后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加乘这件事情 说讲难听一点 我们也帮人家选举过 选举这个东西 没有酬佣吗 选举之后难道没有一些 所谓的那个 不要说分赃 就是说去分派 分派一些工作 给一些帮过你的人吗 选举一定有这个东西吗 从马英九 到蔡英文 到陈水扁 到川普 哪一个没有 全部都要有啊 因为你做这样子 你才能够 巩固自己的人马吗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没有什么 但重点是说 因为你把 你把原来的调子 讲得太高了 拉得太高了 一下子大家就没办法接受了 所以这才是 我就我就说嘛 把自己也当成韩粉 就是别人说你怎样怎样 塑造出一个形象来 你自己要知道说 其实跟本人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韩国瑜太容易被激怒 就说他本来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那个根本就一笑吱吱就好了 其实那个位置 我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这个回应的 根本没有什么 因为所有的安排 都是这样安排 他怎么老是看到 批评他的这个新闻 他就跳起来 我觉得他旁边没有政治幕僚 我觉得个性吧 就像你刚才讲 他那种眷村的兄弟的魂 那也需要吗 有些事情是不必要那个 你看他的钱的事情说不清楚 4000万说不清楚 版税那个事情根本 第一时间你就说 我收了多少钱了 然后那个 那个钱已经放在账户里 准备要做公益了 然后我就做公益的计划是什么 不就得了吗 其实说 但是好像是这些钱都还没有做公益 其实说难听一点 我的意义就说 如果他不做公益 难道不行吗 也OK吗 缴情吗 台湾这个地方就这样的 也不需要那么缴情 像我的版税都这个 李登辉我一毛都没给他呢 真的 一毛都没谁 他凭什么收我钱呢 一毛都没给他 那太多了 好这个 蔡时平多彩多艺 现在我们谈他的政治分析 他其他的作品 你可以看脸书 最新的是讲金平美 其实政治里面就是水浒传 反正其实都有 西游记有人说 他跟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今天像联合包系统 就已经开始讲了 这两个兄弟情 韩国瑜跟郭台铭 到底怎么回事 那好 我们刚刚讲韩国瑜 他有点 他就是血脉奔赃 眷村兄弟 这个意气情被打压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兄弟 就冲上这个梁山 你不要忘了 郭台铭也是典型的 眷村的调调 郭台铭是警察的小孩 但是也是那种 一样一样 但是他现在是有钱 而他身边的就是那种 眷村高级的 这个精英分子在支持 那可是呢 郭台铭又不一样 他最近做的事情 就是温情牌 什么时候我们就看过 他讲他老婆 他妈妈 但他推着他妈妈 出去散步啦 这个讲他老婆啦 现在都变成他的这个形象 你觉得他的这一招 他这一招对民调有帮助 因为郭台铭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他民调输人家韩国瑜啊 他们现在用全民调嘛 对不对 好 每一个人 说是说真格的了 就是说为了选举 他都有一个形象上的重塑 这个跑不掉了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笨蛋嘛 他既然要登这个大位 他身边也一定有一群人 来帮他想 帮他帮他规划 通通这个规划呢 也很简单 各位只要去想 我一定是朝我最弱的那个面 去补强嘛 比如说对郭台铭来讲 他最弱的那一面 一定大家认为说 你就是一个比较刚硬的人 血汗老板 然后一个一个大老板 所以他现在加强的东西 一定是说 我也重视亲情 重视伦理 特别是他还 他过去的感情生活 因为他以前没有打算重振嘛 所以做一个大老板 感情生活非常的丰富 现在随便在网络上抓 都可以抓得到 对不对 还说什么呢 跟这个女星啊 他还说刘嘉玲说 我配不上他 你交一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说政治素人最有趣的 就是他原来没有重振的打算 所以他根本不会用 从政治人物的角度 去安排自己的人生 可是一个有心政治的人呢 你会觉得他无趣 就是因为他为了要重振 他说他就必须要 这个东西 他也要小心一点 那个东西也要小心一点 所以到最后 你就看不到朱立伦 看不到马英九 他们过去的这种感情 包括感情生活上的 各种的面向 你就都很单纯了 他是一个传统型的 对政治有想望的人 那可是反过来讲 对像郭台铭 对韩国瑜 因为他们过去没有 所以他们的东西会觉得 你会觉得精彩就在这 可是一旦成为政治 要选举以后 太精彩就忘了 对这些精彩的东西 就会变成 变成对手拿来 可能拿来 会网军拿来打你的 调侃你的 所以这时候就要补强嘛 所以他要赶快做好爸爸 他就要补强 就变成好爸爸了 变成一个好老公了 就是说不管过去怎样 网络上怎么说 新闻上怎么说 不要忘了 我现在是一个好爸爸 可是问题是 要投给郭董的人 是一个好老公 就是希望他能够 发挥他的企业长彩 然后把台湾经济搞好 谁管你 这个是不是好爸爸 你觉得有用吗 可是选举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你要补强嘛 我刚刚补强 优点那块 你当然要继续往前走 但是要补强 别人如果批评你 比如说 觉得这个很冷血 那我就要加强温馨的部分 那别人如果批评你说 你改年生活很复杂 那我就告诉你 告诉你说 我先只爱我太太 那都过去了 那去学菜食品 对对 我真的从来只爱过我太太 对啊 你不要放冷血 那前半身都删除了 你说的真好 一次我太太问我 我就说 真的很奇怪 我说跟我太太结婚以后 十几年来 在前面的二十年 都删除了 她就模模糊糊 就像水墨化 水墨化 泡了水以后 就开始晕晕晕染染 远山飘 都完全模糊了 好 重点回来 我就说 都是要补强现在的 你现在回头来看一样 你看朱一伦 虽然他们现在被这个民调 或被这个郭跟 跟郭跟这个韩 挤到边缘上 可他也在下 没办法翻身 你觉得朱跟王 还有机会吗 大哥 你讲句实话 现在问题 我们现在讲 现在问题就是 如果现在韩跟郭 继续往前走 凭两心叫朱跟王 就非常辛苦 可是如果 因为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多月 如果韩最后 迫于各种的可能 或郭迫于各种的可能 最后他们 两个都退 假如了 那剩下的灯 还在跑到上 你就往前了 但我要说正经 所以没有人知道 球是圆的 棒球场上都说 球是圆的 对 突然打一个 只能往前看 就只能往前看 还有一种说法是 其实马英九 也不是淡淡 你怎么学马英九 笑笑 我觉得不可能 真的吗 对马来说 居然还说要推周美青 所以有这种说法 你不觉得更 听起来更 推周美青 有点匪夷所思 了解周美青的 个性的人都知道 他连老公 要不要这样选 他都不一定 他都说实来 都不一定没有意见 他何况还要把自己 推出来 他不是 我觉得这种 就是你小时候 政治有时候 随便讲一讲 一天的新闻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 回过头来 他不合政治的 常态跟逻辑 最后两分钟 你可以替这一段 替吴敦毅主席 平反一下 其实我觉得 吴敦毅主席 真的是日久见人心 我也批评过他了 我必须公正的说 我也批评过他 但是我觉得吴敦毅 毕竟还是在一个 非常艰困的处境里面 在维持一个 党中央的高度 这就很像 现在卓荣泰 跟罗文嘉 窗困是一样的 在这么样夹杀之下 重点我们要看的是 你可以批评他 因为批评他是提醒他 不要犯错 但重点还是看他 有没有根据 他们自己要走的 那个路 那个逻辑 最后稳稳的 把一个初选给办成功 我觉得在这个 目前来看的话 两党的党主席 跟党中央都还做得不错 都算压力很大 你觉得民进党 5月1号 我觉得 本周三见分小 他们至少 对他如果在5月1号 能够真的像他们讲的 我就是让他 这个初选维持下去 不要再有什么变卦的话 你就必须说 这党中央压力 还是承担住了 没有啊 可是上次 人家初选制度都有了 最后还是在 终止会给你犯案呢 我讲过嘛 在两强相争的情况下 那个是不得不然的 必然有 算是国民党 国民党 不是也这样调吗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了 但是只是说 只是说 那你不能够让他 第二次还继续变卦 那如果这样的话 周中泰主席跟 罗文嘉秘书长 他们就完蛋了 你觉得他 那就是 如果再变卦 蔡英文身边的人是 就是蔡英文 其实是被那个 就蔡总统的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谈很多 我觉得他 他有个最大问题 他是被包围 就是 你老是这样讲 我是不熟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你老是这样 因为我跟他们 有很多新闻上的来往 被谁包围呢 被就是该清掉的 军策的人包围 我就讲一句话 就说 1124之后 我们在节目讲过很多次 你应该是要清军策 当时挺英的 这些高层的人士 私下都还跟我说 他们去跟蔡英文谈 蔡英文说他要改变 要改变 清军策本来是要改变的 本来包括那个 学白宫的记者会啊 没有用哪 因为最新的民调 人家是输的 那如果说他到 5月15号 20号左右 他还是输的话 那他如果再来一次 延缓民调 你觉得 你觉得 我觉得 周龙泰要怎么做 好 我现在讲 如果再来一次 我觉得 那蔡英文总统 他的整个的那个 支持 支持的那个基础 就全完了 为什么呢 你就让人家感觉到 你不会就跟当年 我以前讲过 这很重的话 你不会跟当年 蒋介石 沿那个总统任期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一而再 再而三 可是我们这些批评 不会到他桌子上 因为他桌子上的批评 都是透过他现在身边 军策那些 那些家伙们的 我不相信 蔡英文总统 他听不到这些声音 我觉得他听不太到 这又不是以前的 又不是明朝的万历皇帝 对不对 在深宫当中 现在广播 电视打开来 都是这种东西 他听不到 除非他 除非他那个官邸电视 和广播是另外的系统 对不对 我就说真的要相信 严第二次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已经是受伤了 这一次如果再严 我觉得卓荣泰的主席 都做不下去了 那如果他做不下去 卓荣泰主席做不下去 他们更好啊 如果他做不下去 好高兴 他们现在在逼卓荣泰下台 你知道吗 就每天给卓荣泰穿小鞋 最好让他受不了下台 我就自己派个主席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真这样玩 你觉得整个的社会的 声望跟舆论会怎么办 那一定就完蛋了 一定就是吹枯拉雪的倒 所以我认为蔡英明总统 最后一波大概就在 5月20几号以前 想办法把自己的声望 跟这个想法讲清楚 好 最后一波 那我问你要怎么讲清楚 这种什么派对方式 可以吗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用 蔡总统 你就出来说 我过去做错了 哪些事 我用人不当 那些人我把他调走 这个不是我的建议 是你身边的旁边包围你的 之外的那些支持你的高层 所说的 有行政院的高层 有立法院的高层 他们难道不知道 你现在被总统府里的 小家伙们给包围吗 进广告 好 眷村兄弟 意气情 让韩国瑜 这个吞下了口气 据我的了解 应该是韩国瑜要 至少他要主动参选了 这个因为下面的人 这个跟民调显示出 他仍然是有胜算的 好 这个是韩国瑜 那蔡英文跟赖清德 赖清德现在的动作开始 赖清德因为他一开始 他要保住这个初选制度 对就没保住嘛 对 延后了 对他其实不是很有利 因为否则没有延后的话 现在候选人应该就他了 那礼拜三 那这个罗文家跟左荣泰 必须制定一个制度 那现在还有一些 民调上的这个细节 就还会惨斗了 这个但我觉得这都合理 因为政治没有一个是 搞政治的没有人是天使嘛 所以才会说 这个当年这个 美国的开国先贤 那个Founding Father 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嘛 对不对 如果说 如果说每个搞政治人物 都是天使的话 那你 那你就根本就不需要政府了嘛 你也不需要媒体了嘛 所以这OK啦 那我觉得反正就是 但是我有一个提醒 就我每次是我 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这样主张的 就是你政治会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你除了做给你支持者看之外 那个讯息还必须要给什么 就是还没有决定 到底我要投谁 我要支持谁 对对对 所谓中心选民 就他会在看 所以而且有时候甚至要是 要给这些人看更重要 因为这是你的人说真格的 比如说韩粉吧 我相信韩粉到 就算假如说这个钱的事情 家里的这个加成的事情 大概受到影响的 韩粉很少了 你觉得很少 很少了 韩粉很少 就不会受到 可是谁会受到影响 就是在观察你的这些人 你觉得你不错 但是那到底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 那好像怪怪的 我可能就犹豫了 所以真正的韩粉不会 那韩粉也是这样子 一样道理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 蔡英文要拉抬也很困难 因为就是说那个中间的人 如果认定你 大概就这样了 那他就不 再怎么样动 他就不会支持你 所以就很难拉抬 可是相反的 他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就你的对手如果犯错 就有可能 比如说如果赖兴德这时候犯错 那中间的那个潜率的人 他就会觉得赖兴德也不够可靠 那这样好我还是回来 好吧 那至少蔡英文 他就这个样子了 不蔡英文有个优势 就是他是个现任总统 他如果能够清楚的说明 他的现任总统的角色 他最近有在 我觉得他没有 比如说你看他的中国政策上 他就很努力的在说 就是说你不要去玩那种 知之节节的游戏 什么这个派对 那个派对 什么一百多万的影片 那是征许那个 年轻族群 年轻族群也不是那么的肤浅 年轻族群 就我喜不喜欢这个人 跟我要不要让他做总统 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思索 那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挺英的团队 上个礼拜五做了一件事情 是让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可是后来他们也不敢再继续做 那就是吴祥辉 去参加这个台湾社 这个举行的一个反并吞 互主权的一个记者会 他在上面批这个 蔡英文不倒 台湾不会好 蔡英文不倒 民进党会倒 那之后呢 因为他是站在赖清德后面 所以就有一张照片是吴祥辉的头 跟赖清德头 那没多久呢 吴祥辉这个人 我觉得他有点 他就有点失格了 他居然在脸书上写说 蔡英文是政治通奸者 是政治名妇 这个太过分了 吴祥辉你 你真的是 而且还在卖书 这个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 还什么什么文创公司的负责人 可是呢 挺英的有些网路上的挺英的英系的人呢 就把那个吴祥辟批这个蔡英文的淫妇政治通奸者 那个话 跟赖清德跟吴祥辉在同一个场合的照片 给批在一起 这个就是有点过分了 这是假新闻了 就用这种方式去抹黑栽赃赖清德 因为那个厂子 不好嘛 那个厂子第一个不是赖清德的厂子 是赖清德也被药 所以谁在上面讲话 他真的都不知道 而且吴祥辉讲这个话之后 赖清德他们很快就澄清了 也说他们讲的觉得很不妥 所以这个大家 但是你晓得 对于选举来讲就这样 你犯了一个错 或者你可能被联想到犯一个某一个错 在选举当中就很快就会发酵 那我们看得出来 就说即使是蔡英文总统周边的网军 他也照样打这一招 可是相对来说 那就看另外一方回应的速度快不快 我觉得赖清德在这上面 他至少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快速的做回应 但伤害有没有 一定有 因为这应在网军上面 已经一个晚上 就是一个overnight就已经做出来 我是 我不晓得 我们是不是因为在报纸出身 做新闻做就 你是学政治 我学新闻 我觉得再怎么样 也要正大光明一点吧 可是选举就这样 正大光明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污浊给揭发 正大光明就是我写过的嘛 宋相公之人 你正大光明就很容易 但新德现在开始发现宋相公之人 我觉得他要反攻 他本来要反击 本来就是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 现在全台湾这么多要参与总统的人 谁最占这个优势 蔡英文总统啊 他是总统啊 他有一大堆总统优势 有行政资源 有什么还有美国人帮他 还有什么大家都在帮他 好莱坞的摇摆狗 那些电影告诉你的是什么 因为他是总统 他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好了 我巧妙的发一张 哎 两岸形势的紧张 哎 总统就 哦 那摇摆狗就是这样 对啊 我巧妙的发一下这个日本 美国发一个什么样的声明 哎 就巧妙就在我 那其他人都不行啊 都没这个优势 不 我也觉得因为 我也认为赖清德继续这样子 然后这个下去 被动下去 不是办法 所以他上个礼拜开始讲了 我不要跟你们见面 你们跟我见面 就是要叫我退选 然后他也开始接受 电台的访问啊 至少他在南部 接受了陈永鲜医生的访问嘛 我觉得赖清德也太 也太那个 太模范儿童了吧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 如果赖 如果我们公平一点讲 如果蔡英文的阵营 觉得赖清德突然宣布参选 是一种习级 是一种习级式的 让他们措手不及的话 那很简单 现在也很公平了 你把 已经延了四十天了 你把这个决战 决战点延后到一个多月以后 对赖清德来说 不是袭击吗 也是袭击啊 否则人家搞不好就已经过了 人家是不畏恒你嘛 对啊 那说这个礼拜三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公平 就五月一号 我还是希望大家看到赖清 卓荣德 卓荣泰 不去不讲到 卓荣泰主席 那卓荣泰要倒霉了 很多人已经怀疑他跟赖清德联手 就是这个卓荣 卓主席好像不会错了 卓主席跟这个罗密书长呢 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 这个党中央要党中央的高度 要变成派系的 或者是当权者的打手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理解 当权者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蔡英文总统 这么的不光明正大 可是蔡总统 你身边有一些人完全谋 玩到 玩到就是说很恶职啊 这也难怪嘛 万一组织没有了 他们什么都没了 他们就很恶职啊 那这就要靠这个 再做地方做地方霸王 到最后要靠这个当事者 比如说韩市长 比如说郭台铭董事长 比如说蔡英文总统 比如说蔡英文总统 我觉得要谨守那个界限 你们到最后要谨守一个东西 因为很简单 制度 选取到最后 要选的是你啊 对 好坏都你一尖挑 你怎么能够不小心呢 要谨慎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不但要听 而且要约束自己的班底 有些东西不要过头了 你过头了 他就政治很有趣 我们看这么久 任何一个情况下 你只要过头了 那个反错 就会过来吗 那有一些 就是而且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就是现在有一些小党的 这个政治人物 他们居然公然就挺民进党的 这个现任总统 你觉得这样好吗 没有 还判有足臭之夫 那每人选什么 我们能管吗 这个也没 这个随便他们了 对啊 我就随便他 但是要看 你如果 那也不能够 人家给你钱 你去做个民调 假如 做一个全 全什么手机民调 然后就说蔡英文领先 这是很合理的 可以这样子吗 这是很合理的推测 这是一个政党 我就是说 这很合理的推测 因为在他决定延长赛之后 其实我就已经 我们就大概就可以判定 蔡英文的阵营会想尽办法 拉民调 拉开自己的身 其中一个就拉民调 可是一二四之前 他们也给我们看那些民调 我们也相信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民调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恨假民调 就是因为我们都被骗了 还是看几个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几个长期在做民调的 因为他们长期在做 他们不会打自己的民调 打自己的招牌的 用他们的来权衡比较 大概就 大概那个八九不离十 我觉得大概就差不多 那种小民调 会偶尔做一次的民调 你看笑笑就算了 对啦 所以一般人 一般民众不像我们 这么进入这个西中西 所以大家不会在乎 所以对民调的变化 还是这个人 我认为蔡英文总统 你还是要展现你自己的 领导的魅力 跟领导的风格 那你身边的这些人 在一二四之前 人是那些不当的人 是谁推荐的 从那个最早的司法院院长 乱推荐的人 一直到最后 这个促转会啊等等 发生的那些事情 是哪个人推荐你的吗 这个明明就是很清楚 那个人的名字都很 都很清楚 然后第二就是 你的发言系统常常出错 然后这些家伙那么傲慢 那那个媒体界 也非常多的反弹了 那挺英的这些 至少立法院的一个高层 亲口跟我说了 他跑去跟总统说 总统说对我要亲军策 结果现在又不亲了 你你问如果是你 你是我 你听到你有这一段经验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会讲出来 你不会气呼扑吗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 守着老婆 看看好多梦 你是平凡者 我没办法想象 那个蔡英文总统在想什么 可是我总会 假如我觉得我们可以当一个幕僚的话 我会建议 在这个关头上 你自己到底要希望看到 别人看到你什么样的形象 要想办法把这个形象 凸显出来 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被包装出来的 那是假的 所有的代言人 你都要告诉他们说 尽量凸显我自己 你们不要再讲一些 有的没有的 不当然的人就把它换掉了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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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